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嘉宾 今天我们能够在此地 承蒙静宗学会 安排这次讲演 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聚会一堂 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 也非常的荣幸 尤其今天由查巴黎夫人出席我们的讲演会 我们知道这个副总理夫妇 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今天上午我们去参观这个地方的发生寺 看到的时候 有相当规模的这样一个道场 我们相信会给泰国皇室跟人民带来复制 佛教在自从年前五百多年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 教导我们许多多不但是做人的道理 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 怎样破迷开悟脱力痛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完美的教学 在大乘佛教里面 大家常常听到什么是佛教 最简单的答复 佛教是以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那我们就懂得 那我们就懂得佛教的宗旨就是慈悲 慈悲要用最适合的方法 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 落实到处世待人见乌 那就叫方便为门 说佛 首先要对佛陀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到佛陀对我们的教会 在佛门里面 大家都知道 经典里面常常称佛为天人寺 那么从这个称呼 我们就明了 佛陀佛陀的身份 他是天上人间最好的老师 天包括大凡天 包括摩西首落天 天人寺 所以佛教要用现代人观察 他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佛教是教育 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 一切众生 圆满至善的教育 这个佛教导我们的 虽然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我们如果把他老人家一生地教学 归纳起来 实在呢 他不外为我们说明了三庄的四十真相 第一个 他给我们说明了 这个虚空 法界 刹土 众生 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现在我们讲 宇宙是从哪里来的 宇宙是怎么样产生的 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 佛在经典上 这我们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 那么其次 佛陀为我们说明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关系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让我们真正明了 宇宙不但是一家人 而且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真正认识清楚了 我们那种爱心 佛家讲的慈悲心 爱心 才真正能够生得出来 那么第三 佛陀为我们说明 佛陀为我们说明 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 懂得这个关系 我们不但能够爱切众生 有情众生 我们也要确实地 我们也知无矿 这个山和大地都会充满了爱心 这个爱心 这佛家讲慈悲心 并虚空发尽 所以我学佛五十多年 讲经教学也就四十五年了 我们总结佛陀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文字 来表达 来接受 来学习 这就是 这最近 差不多十年来 我们提倡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我们学佛 要学 佛的存心 要学 佛的行为 要学佛 对一切众生的慈悲 对一切众生的爱好 教导 这个都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 过程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看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那么在西方宗教 诸位 诸位常常看到 常常听到的 神爱识人 上帝爱识人 伊斯兰教 他们经典里面 很多很多这种具体 真主 确实是仁慈 那么由此可知 世间 所有一切宗教的神圣 他们教化 一切众生 总不外乎 人 仁慈 博爱 这一句 就全部都包括 这些年来 我常常跟世界上 许许多多宗教的交流往来 我们确实做了最好的朋友 在一起几乎是无所不谈 所以宗教可以能够团结起来 可以能够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助合作 来共同缔造 这个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 每一个宗教都肯定 承认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都以为自己宗教的神圣 就是那一个真神 那么我们佛法里面 没有讲真神 佛法讲 创造宇宙的是什么呢 佛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 唯一心所现 唯一时所变 佛法讲的是先性 那他们讲的是唯一的真神 是创造宇宙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也承认 宇宙之间有一个造物主 造物主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先性 唯一心所现 唯一时所变 那这就是造物主吧 我说你承不承认 这个造物主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能力 神通广大 他什么都会变 他们都点头都承认 那么我就问他 我说你知不知道 这个真神在佛教呢 他就变成释迦摩尼 在伊斯兰呢 他就变成穆罕纳德 在基督教他就变成耶稣 其实是一个人 他会变了 他会变变化的化身 他的化身无量无边 佛门里面常讲千百亿化身啊 所以一切宗教的神圣 都是那一个真神变现的 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这个观念呢 我们没有想到 他们很快就接受了 特别是去年我访问日本 日本有一些佛门的大德告诉我 他说日本的佛教 对我这个理念很难接受 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 没有听说过的 法师你到那里去的时候 不知道情形怎么样 我第一次去跟他们谈呢 他就能接受 而且很欢喜 我在日本见到中村康隆法师 大概这个法师现在是日本的过宝了 他今年九十七岁 虽然坐轮椅 他头脑非常清楚 第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跟我谈了半个多小时 第二次去看他 他差不多给我谈了一个半小时 非常非常高兴 他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们 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是日本法师告诉我 他说均衡法师 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 他今天居然讲出这种话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全世界所有宗教徒都是一家人 那么由此可知 世间科学家是求真理 那么他疏忽了 宗教也是在求真理 那么科学是要有证据 要通过试验有证据 他才能接受 才能相信 佛教里面去的真理 没有办法拿来试验 所以佛教徒 宗教徒 最重要的我们的信仰 尽力在圣言量 就是圣人所说的 圣人教导我们 我们相信 为什么呢 他是通过试验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试验 他用什么方法试验呢 甚深的禅定 唯有在禅定里面呢 他才能够把空间为次突破 才能看到这个四世真相 那么科学家今天知道 确实有空间为次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突破 等到他突破之后 看到再相信 那大概比我们要延迟 千百年都不止了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连我们今天讲的空间 虚空 虚空 法界 岔土 这个岔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系 我们讲的银河系 比银河系更大的 在佛家讲的是大千世界 比大千世界还要大的 我们讲的华藏世界 这世界小到微尘 微尘是我们肉眼没办法看见的 现在这个科学家里面讲的微观世界 量子力舌讲这些东西 那么在佛经上 这几千年前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佛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 信实变现出来的 信实变现出来的 这个信 这个信性的 他的本能 本来具足见闻觉知 就是他能看 能听 能觉 能知 我们每一个人具足见闻觉知 我们不知道这个花草 它有见闻觉知 我们更不知道 旷物也有见闻觉知 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佛经上讲的 通通读一话 这个最近 大概才是五个月之前 我有同学 他们在网络上 记录了一份资料给我看 是日本 江本胜博士 他从事水的研究 水的研究 那么这个工作做的 有八九年了 研究水的结界 发现水 他会看文字 会听声音 会听音乐 懂得人的意思 人的意思善 他显出了点 非常美的结界 人的意思不善 他的样子很丑陋 他们感觉到非常惊讶 我看了这份报告之后 我很欢喜 为什么呢 佛经上讲的 世界微臣 阴心成体 被科学家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直到 直到 矿物 直入 都有 建文觉知 换句话说 宇宙 是活活 活活 活活 宇宙是生的 它有生命的 它不是死的 连矿物 都有生命 那么从这个实验 我们就能够证实 佛在经典上 给我们讲的宇宙的真相 这是佛经上的名词叫 诸法识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做实验 把它证实 它确确实实 有能力 有自信的本能 建文觉知 知道它有本能 我们就想到 它有本来的德 德能 它有性能 这个德是什么呢 德就是慈悲 德就是无条件的 爱护一切众生 爱护整个宇宙 诸佛菩萨一切神圣 确确实实 是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真正是一个真神的化身 所以他们的能 他们的德完全相同 这个德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爱 在佛家讲的慈悲 感恩 感谢 他们从这个科学试验里面 也肯定了 爱与感谢 是宇宙之间的真理 永恒不变 那么在中国 古圣仙弦 教导我们 说 人性本善 你看小朋友读的三字经 一开头都讲 人之粗 性本善 这个本善 是确确实实 是行动 那为什么人会变成不善呢 不善就是违背了行动 那在佛法里面上迷了 迷失了自性就变成不善了 所以圣人的教育 不是别的 就是叫我们从迷魂里迷失回过头来 把自性找到 恢复到自性 这个在佛法家的 专迷为物 专返成圣 这个是圣贤教育的 唯一的目标 那么由此可知 圣贤人 出现在世界 他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桩 教化众生 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了 教化众生了 人如果要不教他 会变直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是 圣人的教会没有了 中国没有了 外国宗教里头也没有了 所以今天世界会这样的混乱 灾难会这么多 人活得这么辛苦 几乎每一个人 不论富贵贫贱 在这个世界 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安全感 这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啊 可以说是自古以来 没有像我们现在 活得这么幸福啊 这什么原因呢 我们迷失了自信 我们俗获了圣贤的教会 以这个我们佛教 自己本身来说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我们看到佛教的宗派很多 那么在中国有十个宗 宗下面有分派 派又分小派 那就不晓得分了多少 甚至于呢 每一个派的这个寺院出家人 彼此都互相派斥 都互不往来 你说这个问题是多么严重呢 我们在讲戏当中 常常劝导同学们 在世界上 无论是属于大臣小臣 显教密教 在中国有宗门教下 我们所学习的经典 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都是一个老师传下来 那么现在我们彼此不能够抱着 彼此自己赞叹自己 就毁谤别人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老师看到我们这个学生 这心里多难过呢 就好比一个父母 生了很多儿女 儿女长大 个个都变成冤家对他 你说那个父母都上心 我们佛弟子 无论哪个宗派 不能互相往来 不互相尊重 不互相有爱 不能互助互作 这是唯一辈佛陀的意思 这是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老师 这哪里叫学佛呢 这叫灭佛 这叫破坏 这是佛家讲的破坏河河山 最后都是阿比地狱 我们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实在讲 对于佛陀的教会 没有认真去学习 那我们应当很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 佛为我们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这包括宇宙之间 诸佛如来太多太多了 他们对一切众生教化 真是无量无边法门 环游 许多多不同的宗教 每一个宗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法门 那既然我们讲是一个真神 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复杂呢 为什么搞得这么多呢 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无时皆以来迷失了自信 每个人迷失的状况并不相同 所以佛家讲的根性不相同 因此不同的根性需要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经论来教导他们 这是佛说这么多法门 那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门禁再多 但是它的方向是一个 它的目标是一个 就是归云无二路 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那看看其他宗教也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 真的是法门平等无庸高下 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我们学我们自己喜欢修学的法门 爱好的法门 这样修学比较容易成就 快速成就 道理在此里 这是一定要认识清楚 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 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 那么说到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那就是智慧 那就是智慧 所以在佛法里面成为薄弱 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四十九年教导我们 那么这是大分大的分 他讲花言 讲方等 讲阿含 讲波若 而波若讲的时间最久 讲了二十二年 四十九年教学 波若讲二十二年 我们就想到这是他扩成的中心 最重要的一部分 波若是讲智慧的 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没有智慧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一切的修学这个方法到最后都归到智慧 因为禅宗 禅宗大家想的做禅 做禅 目的在哪里 目的是开智慧 所以应接的定 应定开会 开智慧 这破弥开悟 是我们佛教教学终极的目标 那么智慧为什么不开不开呢 佛就说了 我们迷惑颠倒的凡夫有障碍 智慧是自己本来有的 这个《华言经》上说得很好 一切众生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得就是得能 相就是相好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无论是哪一个人 无论部分宗教 部分国家 你想想看 人所需求的 现在人求头又求财富 求财富 第二个求聪明智慧 第三种是健康长寿 佛法里面讲就是这三种事情 他把智慧摆在第一 聪明智慧摆在第一 第二个是得能 得能是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 第三个是相好 相好就是富贵 就是福报 他说这三样东西 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都具足的 而且是圆满的 没有一丝毫欠缺 现在我们这个统统舍掉了 为什么舍掉呢 你设了自信 你们有智慧了 你生个烦恼了 这个东西统统没有了 那佛法的教书 这不是讲到最高的 最高的 确实是很不容易理解 那么讲到次一等的 就是大家所需求的 佛告诉我们 智慧 德能向好 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 只要你把障碍除掉 你就恢复了 能力就恢复了 智慧也恢复了 福报也恢复了 所以这个宗教教育 是世间很不可思议的教育 是非常宝贵的教育 我们把它称之为三宝 佛宝 法宝 僧宝称之为三宝 道理在此地 中国英语又说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为什么有求必应 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吗 你怎么会没有感应呢 没有感应 那你就是你所求的理论与方法 错过了 如理如法了 没有一样 没有感应 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也是一门非常有意义 这个有价值的教育 我们实实在在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这个养成许许多多不好的习气 那么现在这些习气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变成了主宰 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早夜 那就是为时所变 把美好的生命环境 变成了今天像弥陀经上讲的 无桌卧室 无桌卧室是我们不善意变现出来的国宝 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非常殊胜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教学家 他的教学家是自己先做到 然后再跟你说明 不是只说不做 先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 我们接受他的教学不能不服 我们今天反暗脑稀奇很重 你要想恢复自信 首先你要把烦恼断掉 所以他制定的戒是 戒是帮助我们运离不善的习气 不善的造作 比如他讲的武器 讲的射简 他确实做到了 那我们今天要想恢复自信 恢复信德 这是我常常教导年轻出家的同学们 你们为什么没有法子入伏进阶 不能够契入经典呢 原因是你有障碍 基本的障碍 自私自已 明文理扬 贪图五欲六成的享受 内心里面贪嗔痴慢 这十六个字是基本障碍 这个障碍如果不能除掉 一切诸佛如来来教你都没有除 所以首先你要把自己障碍去掉 你才能欺辱佛的境界 你才真正能懂得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东西 你才有体会 你才会有受用 这个是一般说佛不能欺辱境界真正的原因 那么一般 对这个在家出家同学一起来讲 我们要真正想入佛境界 首先要把对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无控制的念头要消灭掉 绝对不要有控制一切人私物的念头 这个是迷惑 佛家讲你迷 你迷的样子是什么 这就是迷的样子 第二个你造罪业 造罪业是你占有 你对于这个世界一切人私无相占有 这个念头就造业了 你看你起祸造业 你越迷越深 你怎么能入佛境界 我们要从真的下功夫 要在齐心动念处用功 念头一起来就晓得这个念头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迷还是居住的 所以时时刻刻要反省 时时刻刻要减脸 把对一切人私无控制 占有这个念头消除 你的心得清净了 清净心就是禅定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